我隨身都會攜帶熱水保溫杯 這是我們上了年紀的 老太太的一個隨身配備 我也有保溫杯 你們年輕人不一樣 我是像我晚上的話 我是一定會準備兩杯水在床頭 一杯是比較溫的 一杯是滾燙的 滾燙的 滾燙的開水的話 我就是放到明天早上 那種水由滾燙到放涼 那叫環氧水 他們中醫說是那種水叫環氧水 就明天早上才喝的 有一杯就比較溫 比較溫的話 那就是你也知道 我們上年紀的人有時候會起夜 就說晚上會起來 對 而且會口口 那起來的話 就是會想喝水什麼的 我只要有起來就喝兩口 另外當然你自己是名廚 出過了150本詩破 我覺得你超厲害的 以前 那我們就要來請教 像在這個過程當中飲食 因為你一直還蠻注重的 我不吃加工食品 腌的 腌制的 或者是說燻的 烤的 那些就絕對不吃 那油炸的就少吃 炸的也少 油炸的東西還是有香味 有時候還是會 真的 忍不住 對 我會想吃一點 那是現在 生病期間我是不吃的 完全不吃 我記得在化療的時候 胃口非常不好 那吃什麼東西都沒味道 那可是你總得要吃 因為你不吃的話 你沒有抵抗力 就沒那個力氣 去接受化療 所以我那個時候 有會吃一些酸的 辣的 腌制的東西 那都是我自己做 自己做的 我吃外面的 包括到現在為止 外面的腌制品 我是絕對不吃也不買 OK 好 梁老師自己本身 早餐的話 其實看起來真的還蠻簡單的 燕麥雞湯好像比較 營養豐富一點 那個燕麥雞湯也不是刻意的 就是比如說家裡 前一天燉的雞湯 燉的牛肉湯 那個吃剩的那個湯 那第二天早上的時候 就把燕麥片炸進去 燕麥就是加水熱了 熱了以後 不是有時候是加牛奶 有時候加豆漿 那有時候我覺得那個鍋子 那個冰箱有些雞湯 有些肉湯 挺好的我就帶進水 就把它加到燕麥裡面 那個燕麥本身沒味道 可是你加了一點這個 什麼雞湯 牛肉湯 或者是蔬菜湯 很好吃 就好吃 又營養 真的 就不會那麼單純的 感覺從牛變成人了 好 中午其實也是簡單 晚上的話 看起來會有一些肉類 蛋白質會比較多一點 然後蔬菜 當季的蔬菜 重點是當季 我們健康2.0也一直跟大家講 吃當季吃當地 為什麼咧 因為當季它長得好 農藥就用得少 也不太需要用農藥 所以這個其實是相對比較安全的 還有海藻類等等 請教一下家蕙 你們應該常被問到有關 飲食的問題 對 有時候病人會說 聽說什麼兩隻腳的不能吃 四隻腳的要注意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跟病人開玩笑的 就說兩隻腳的就是人不要吃 然後四隻腳跟桌子一直不要吃 雖然這是一個開玩笑的話 但是就是代表說 飲食上我們沒有太大的限制 那在飲食的部分 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禁忌 我們反而會告訴病友 說你的心情很重要 如果你每天都想說 我不能吃這個 不能吃這個 你反而壓力很大 你的營養素怎麼樣也不會被吸收 我們現在幾位來賓 我看你們手上好像有秘密的東西 要來告訴大家 第一位張醫師 你今天要告訴大家的是什麼 兩樣東西 第一個是蘑菇類 為什麼講這個蘑菇類 其實蘑菇類它裡面有個東西 像我們常常講的 巴西蘑菇 林芝 人參 為什麼人家說它可以抗癌 因為它裡面有所謂的多糖體 那時候為什麼會發現這個事情 是因為那時候 有一個類似農夫的人 他住在山上 他得到胃癌 可是他不願意治療 他就開始每天自己煮湯來喝 去山上採一種植物來煮湯來喝 結果被人家發現 他吃了兩年半 竟然都還好好的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引起了日本的一個蛛絲徽刺 他去問說到底你是吃什麼東西 人家說他就說他吃這個 他把東西拿出來萃取 就萃取出來這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多糖體 所以我其實蠻建議的就是 癌症的病患 如果你現在剛好不幸的得到癌症 你其實可以多去攝取一些 這些多糖體對你有幫忙 另外就是我常常講的維他命D 維他命D對癌症 至少有三個方面 我常常在講 維他命D下去 大概有6000多個基因 表現會受到影響 這個基因裡面 有很多都是所謂的治癌基因 所以你體內的維他命濃度 只要維持在足夠的量的時候 你的治癌基因的表現就會下降 你這個人當然比較不容易得到癌症 那第二個就是 萬一你現在真的不小心這麼倒楣 你已經得到癌症了 你體內維他命濃度夠的話 因為這些治癌基因的表現 會影響到癌症的生長跟轉移 所以你的癒後會比較好一點點 另外就是 第三個部分就是 維他命D本身 我們有做過實驗 不管是在細胞裡面 或是在動物裡面 維他命D跟癌細胞放在一起 它本身就會造成癌細胞的凋亡 所以我會建議這些癌有 多糖體可以補充一些 維他命D 濃度也不要讓它凋下來 對你的育肉可能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 那季主任 你那個牌子上寫的是什麼呢 我的是戒糖 戒糖 因為很通俗的說法是說 癌喜歡吃糖 但是這個有點淺薄 不過我們一般講的就是講說 你吃GI值高的那種食品 你比方說精緻澱粉或加工食品 或甚至高脂的 它血中的胰島素會分泌得太快 當你胰島素分泌很快的時候 你要注意 因為胰島素 它的兄弟荷爾蒙就叫做IGF 就是胰島素的生長荷爾蒙 那事實上那是從肝臟分泌的 這兩個加在一起 是對癌細胞是非常大的 等於生長因子 所以我們 就是給它吃好料就對了 對 會給它 等於是促進它吃營養 所以我會建議 七點鐘以後就不要吃東西了 到第二天早上七八點以後才吃 你每天這樣子胰島素會低一點 胰島素低 其實IGF就是低 OK 肅清泥這裡有一張 我要給大家的祕密武器 這兩個東西大家可能比較少吃 一個叫鷹嘴豆 一個叫巴西堅果 鷹嘴豆大家其實有時候 現在剉冰店已經吃得到了 白白的 他們也把它叫做血連籽 對 其實鷹嘴豆跟巴西堅果裡面 有一個共同的其實近幾年也算是 已經紅了好幾年的抗癌元素 叫C 一個石頭的石在一個西方的C 那C它被認為呢 它可能在兩個身體的兩個地方有作用 一個是它的解讀的那個細體 大家知道那個骨冠肝胎那一系列的 它在那邊有作用 另外一個是在發炎的這個系列呢 它有作用 所以它認為它在這個兩個地方 一個單正腐霉的作用 一個是參與作用 所以它有可能因為這樣子呢 有抗癌的作用 所以他們之前曾經有一個亞利桑奈的研究 就發現它在降低攝護腺癌 大腸癌 還甚至一個肺癌 其實都有一定的降低的程度 就有預防的功能 但這個要記得 我並不建議大家買補充品的C 為什麼呢 其實國外曾經有過一次的那個 就是那種補充品中毒的 集體過量的案例就是C 就是因為它們弄錯劑量 還是從新鮮食物來吃 對 所以其實你從新鮮食物來吃 包括洋蔥也會有 所以大家可以適度的增加自己排毒或抗發炎的功能